32岁的单亲妈妈为了方便找工作 把7岁的儿子小宇带回乡下 寄住在小宇她77岁的外婆家 外婆年事已高 不能说话也不识字 小宇第一次看到满脸皱纹的外婆时 顿时感到厌恶 她不仅拒绝让外婆摸自己的额头 还在外婆的鞋子里撒尿 在与妈妈道别后 年晚的外婆想要牵着小宇的手一起回去 可小宇不仅嫌弃外婆的手肮脏 还骂眼前的这个老人是个臭哑巴 外婆在害怕小宇跟丢了 一直默默地走着 还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望小宇 晚餐时小宇嫌弃外婆做的饭菜难吃 于是奔头吃着自己从城里带过来的罐头 为了讨好小宇 外婆拿出了平日里积攒的一点糖果 但小宇却不看一眼 就跑到一边去啃自己的巧克力 到了夜晚小宇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 外婆就一直在旁边守护着她 小宇从不主动和外婆说话 只顾着自己玩游戏机 还整日摆弄着自己的玩具 却不愿与邻居分享 小宇还不顾在一旁补袜子的外婆 在床上溜冰 外婆则丝毫没有制止的动作和眼神 因为她只想让外孙玩个尽兴 当小宇玩累了 外婆才起身 一点一点地扫掉床上 因溜冰带来的尘土 直到有一天 小宇的游戏机没有电了 她吵着向外婆要钱买电池 但是外婆的家里穷没有钱 外婆只好在自己的胸口画圆圈 表示对不起 可生气的小宇 不仅将正在洗衣服的外婆推倒在地 还砸坏了外婆的弹鱼 甚至将外婆唯一的一双鞋子藏了起来 外婆只好光着脚 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做饭 生怕怠慢了小宇 趁外婆午睡的时候 小宇偷走了外婆唯一珍藏的发簪 跑到了小镇上去换电池 但落后的镇子里 根本没有这种扭扣电池 返回途中小宇迷路了 多亏了一位好心的老婆 将她送到了村口 而此时的外婆已经在村口等了很久 这时 小宇看见外婆的头上 插着一根铁勺子来充当发簪 担心外婆会责备她 然而外婆并没有责备的意思 只是默默地将她领回家里 又过了几天 小宇没法玩游戏 就嚷着要吃肯德基 但一辈子都待在农村的外婆 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理解成了外孙想吃鸡 于是外婆带上家里种的菜 拄着拐杖去集市换鸡 并冒着大雨 坐在崎岖的小路上赶回了家 好不容易把鸡炖好了 拿给外孙吃 可外孙看到后 开始乱发脾气 说自己想吃的是炸鸡 而不是炖鸡 甚至打翻了饭菜 外婆嫌浪费 就将地上的饭菜捡起来吃 第二天 外婆就因为淋雨感冒了 小宇可能也发现外婆对自己的好 第一次主动照顾起了外婆 并将发簪插回了外婆的头上 又是一天 外婆拉着家里种的菜 去集市上卖 而小宇则选择站在路旁 当一个看客 外婆换来钱后 给小宇买了一双新鞋 还带着小宇吃了一碗牛肉面 而外婆自己 却默默地坐在一旁 喝白开水冲击 坐在回去的公交车上 小宇想吃巧克力派 外婆捡起了包装袋 给小宇买了一袋巧克力派 小宇觉得 外婆与自己坐同一辆车很丢人 不让外婆上车 没钱的外婆 足足走了几个小时 才走回村子 看到这一幕 小宇有些愧疚 她借过外婆手里的袋子 并将口袋里的巧克力派 放进了外婆的袋子里 一天 小宇被村子里的 一头黄牛疯狂地追赶 幸好被村里的小男孩 及时制止了 但小宇的两个膝盖 都流出了鲜血 正当小宇准备 用包裹游戏机的纸 擦拭伤口时 才发现里面包着几张 外婆给她购买电池的钱 小宇再次感受到了 外婆对自己的爱 小宇走到家门口 再见到外婆的那一刹那 不禁泪流满面 外婆扶去小宇脸上的泪花 并拿出小宇的妈妈 从城里寄来的信 信上表明 妈妈准备接小宇回去 小宇哭泣着告诉外婆 如果外婆生病了 就给她寄一封没有字的信 她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看外婆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 小宇默默地帮外婆 穿好了所有的针线 或许这是她唯一能为外婆做的事了 到了第二天分别的时刻 虽然小宇心中有许多话想说 但是她不想让外婆伤心 所以就一直憋在了心里 她在上车之后又下来 把自己亲手绘制的明信片 递交给了外婆 直到车子开动的那一刻 小宇又跑到了车尾 用力在胸口上画圈圈 表达了那句久违的对不起 随后 外婆拄着拐杖 拖着沟楼的身躯 慢慢地走回了家 到家后 外婆用满是皱纹的手 拿着这明信片 她收到的不是明信片 而是一个外孙 对一个外婆的满满的爱 拜拜 拜拜